詞曲 李宗盛 剛才是去哪裡呢? 東邊的廢館 那裡可是很危險的地方 所以數年前就停用了 你沒事吧,你不會把路封起來嗎? 讓我這樣走過去也很莫名其妙 這件事不用擔心,福子小姐 我和伊志先生說過裡面很危險 他沒有進去 是嗎?那我就放心了 還有 你們兩位不是夫妻對吧? 嗯,不是夫妻 怎麼突然這麼問呢? 我倒是想做丈夫 但是很久以前被福子小姐甩了 比以這個快要用餐時間了 還是請伊志先生先回房間等著吧 好的 現在是第二天晚上嗎? 對了,福子小姐 你昨天跟我說的您兒子的事 嗯?怎麼了嗎? 那個,雖然我覺得我不能代替姐姐 但我願意借見你的兒子 讓他打起精神 真的嗎?太高興了 那孩子應該會很高興吧 那我明天就帶你去兒子那邊 那年紀真的很大 不是年紀很大 就是你的臉型跟你的 實際上有生過小孩的感覺不太一樣 好的,麻煩您了 期待明天呢 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走吧,福子小姐 福子小姐說她的兒子 以前和我姐姐見過 說不定可以問出一些關於姐姐的事 反正這裡面要不會掉一塊肉 我說畫風給我的感覺 當然是給的感覺啊 我們不是在玩遊戲嘛 心得嘛 還有一天 一天之後 我就能達成和父親的約定 可以回到故鄉 繼續歌舞伎演員的道路了 是的 我可以繼續走我夢寐以求的道路 但是 那一天 我又做了一個夢 又是一樣的夢 歌舞伎的 比那個孩子強多了 車禍該不會媽媽弄的吧 我們現在要繼續猜劇情 比那個孩子強多了 姐姐沒有能達成歌舞伎媽媽的要求 媽媽把姐姐給 不會吧 又做夢了 剛才那是 媽媽 喂 誰在那裡 喔 欸 你誰 難道 是姐姐 欸 姐姐 必須追上去 發現 報仇要追到廢館那邊 你怎麼想要你 呃 還是去 去外面 我們還是先去夜行一下民族學者吧 搞不好他能告訴我什麼 不然不能進這個房間 好吧 他姊姊嗎? 有什麼再一次?不要,我不想跟你玩 不是這裡 羊館大門開著,也就是說他進去了 我出國要進去嗎? 好吧,進去吧 再轉個檔 這羊館真的有夠老呢 欸 完了,鎖上了,不會吧 出不去了 我們從恐怖遊戲變逃脫遊戲了 沒辦法了,只能找找別的出口了 肯定有後門什麼的 從那裡出去吧 好,開始進入羊館,探索細節 多存檔,好的,好 我們從劇情遊戲變成逃脫的恐怖遊戲 那前面的劇情量真的是爆炸毒 好累 而且明明有語音,為什麼到後面就沒有語音了 搞什麼鬼 好,我們先稍微看一下這個羊館的構造 其實後面有個微微的BGM,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到 還會有話說,超過太大聲 超過大聲的聲音,但是不是這裡誰是個角色的小貓 不太大聲點 好,看來欣賞二妹的小貓 好,看來欣賞二妹的小貓 他也要比 increased程 mad 他就這次鼓勵了 誰呀! 最後他怎麼有也有 在那裡的是一個披著白色和服散乱著銀色頭髮 臉上和身上都染著煙紅色的鬼一樣的東西 那個鬼女一邊笑著一邊說著 歡迎回家安里 我走了是不是 突然要逃跑什麼的我都沒有準備好呢 所以我現在要去哪裡 我先把卡點 卡到了 把卡也補起去 你還會亡的出現 你還會亡的矛盾 你還會不能這樣子 我現在要逃跑什麼 我現在要逃脫了 他...他...他在那裡是什麼意思? 竟然可以存檔 你這是什麼意思? 那我就開動了 欸,看一下齁 是怎樣? 看一下而已齁 鬼被我玩壞了,一下被我玩法格完蛋了 上鎖了 喔有了 快...快堵住入口 啊...已經沒事了 他的東西到底是什麼啊? 是鬼嗎? 他說歡迎姐姐回家 所以那件事情,車禍應該不是意外囉 鬼姿母神 不...不可能的...這不合常理啊 總之雖然不知道那是什麼 被那個東西抓到的話,我肯定會被殺掉的 遇到那個的話,一定不能被抓住 要趕快逃 好,謝謝你告訴我 裡面好像還有路 去那邊探索一下吧 那邊探索一下 F5可以調整BGM音量 嗯...不是啊 我知道啊,可是 它每個聲音的大小不一樣 我沒辦法好好調 這樣好了 因為大家想要聽被吉尼嗎? 所以我開比較大聲 這樣應該就可以了 嗯...外面 其實這好像很美味的石榴果 要拿一個嗎? 最多可以擁有三個 石榴果會不會影響結局 欸,它會說我貪得無業然後把我殺掉啊 好,走吧 石榴果能幹嘛 噢,這個繞到隔壁 噢,天啊好多 不過蠻好的,它會告訴我們提示啊 在這邊花時間慢慢探索 明治維新之後 不只是武士跟皇族 普通老百姓都必須擁有姓氏 當時商人只留於基於自己的烏浩 來取作姓氏的例子 當然也有不少取出 和烏浩完全沒有關係的姓氏的家族 烏浩 烏浩是指過去的農民 為了讓自己的家和別人區分開來而取得名稱 現在人們用的姓氏的實行同樣的功能 江戶時代 武士之外的人是不允許擁有姓氏的 因此在一個集團中 如果擁有同樣名字的人會很多 那麼對於每個人的指定和判定就很難了 因此當時的農民 特別是要進行教育的商人們 為自己的家族取一個稱號 加上自己的名字 就可以輕鬆地判定個人了 我五號的意思 其實就是跟名字概念一樣 以下是過去在此地存留過 存在過 並且擁有十分有名的五號 八種家 沒錯 就剛開始 八成有我的名字 沒有我的耶 為什麼 沒有耶 我以為會有我們家族 為了讓過去在此地死去的鬼女 不變成怨靈 人們將她的魂魄當成鬼子母神來祭祀 當時為了安慰女子的靈魂 人們都會獻上石流過 這是因為過去石流為女子和小孩子們所喜愛 這樣鬼女和她的孩子就可以一起吃了 因此在各地所流傳的鬼子母神傳說中 都有共同的一個說法 不吃孩子的鬼子母神 開始吃作為替代品的石流 從這以後 石流就作為蟬子和豐收的吉祥水果 廣受人們接受 喜愛 假如你遭遇了鬼子母神的話 把石流給她 可以稍微緩解她的飢餓 所以在逃脫的時候給她石流果 我知道這叫安理 所以安理來過這裡的感覺 好 這邊告訴我們石流果的用處 可是祭祀石流果是不是也要放呢 像這個 還是保命用的啊 應該是保命用的吧 石流果用完以後 然後再回來拿這樣 哇 這地形好大 怎麼看都要逃跑 你拿著什麼東西 石流 大概是石流了 雖然不太明白 好像可以逃走了 完了 好 石流 給他石流 我還沒看那個鬼子走 進不去 這 完全逃脫地形啊 這很明顯啊 他會躲在旁邊這樣突然衝出來咬我 他進不去 好 對 被抓到一個就消耗一個 這應該是很單純的劇情遊戲啊 不是 就留一些讓玩家比較輕鬆的東西 剛自己出來的 惡蘿要幹嘛 我去補充一下石流果 Bug 沒有Bug啊 剛有Bug嗎 拿不下更多了 BGM超大聲的好不好 因為我幫你們調音量 所以BGM比較小聲 但我自己聽到超大聲了 嚇死人 好 密碼索 文字是這樣的 南無三 嗯 我剛好像 我先想看 剛好像 有出現數字 欸 哪裡啊 書嗎 喔 誤號那個吧 是嗎 有男欸 有男欸 男是三 有無嗎 無良 七 三宅 可以這樣解嗎 這樣解沒問題嗎 三七四 可以這樣交換這樣子解嗎 不會那麼簡單吧 還是我們已經玩那麼多遊戲了 其實已經到 這也是五六年前的遊戲 套路 我不確定 欸 真的欸 鑰匙 得到查射的鑰匙 不確定 小火 怎麼會被動 都不知道 茶色鑰匙 嗯 樓上嗎 他鬼又中最搖我 就知道 哈哈哈 他 스簡訊躲在那邊 完了我沒有卡到他 喔 開了 我從幾年前開始就一直在這裡了 幾年前這麼長的時間就在這裡嗎? 為什麼你這麼長的時間就在這裡呢? 問太多次了 你問我為什麼? 因為母親大人讓我這麼做的 母親? 你難道是八種旅館老闆娘的女兒嗎? 兒子 果然 但她為什麼被關在這裡呢? 您說是受傷了 跟這個有什麼關係嗎? 啊不 比起考慮這個 她是老闆娘的兒子 還在這個廢館住著 也許會知道哪裡有出口 呃 已經在這裡住著 就不知道除了大門還有什麼地方可以出這個養館呢? 我知道 真的? 那拜託我告訴我怎麼出去 告訴你可以 但我有個條件 你把我從這裡放出去 我就帶你到出口 把你放出去 我不能自己從這個房間裡出去 永遠都是母親大人下命令 我服從 但只要有一次就好 我真的想 再一次 自由的到外面散步 如果 你能實現我的願望 然後 我就帶你到外面去 哦 嗯 我明白了 那 我該怎麼把你放出來呢? 從一樓的大門入口那邊 往左邊走 應該有一條路 那條路的深處有個門 門裡面的房間有這裡的鑰匙 但你要小心一點 我心大人 他就像 魔陣了一樣 不會輕易的 把我放出去的 所以 為了不讓別人拿到鑰匙 說不定 會設置什麼殘酷的機關 你一定要十分留神 哈哈哈 天啊 謝謝你告誡我 還有 就是往右走 是到一樓的近道 我明白了 我馬上就取回來 你稍微等著 你這麼容易就相信別人 這樣真的太危險了吧 不知道石流 會不會對那些機關有效果 好 走吧 好 好 好 我看起來沒有 我右邊的實況一直開著 你要F5下吧 應該就快好了 進路 喔 查射鑰匙可以開那麼多門 欸 這是哪裡 喔喔 動動動 欸 不懂不對 這裡是哪裡 喔 第一次遇到怪的地方 唉唷 血腩 這隻傢伙真的是突然跑出來咬我 你不懂你 wir